產品良綠 燈桌一亮一顆顆寶石 透出晶瑩剔透的光芒 LED燈的高色溫特性 光線的顏色又白又亮 能呈現出珠寶的細節 五花八門的照明產品 肥板新聞独家前往風測產線 揭開開場競爭力的秘密 我手上這塊板子 不說你可能不知道它是什麼 不過在我做了一個動作之後 你馬上就知道囉 可以看到通電之後 馬上就發亮了 它是一個LED的封裝產品 小小一塊板子 裡頭承載了許多LED晶片 製作的過程 竟然和做蛋糕有異曲同工之妙 走進LED的封裝產線 第一站我們來到的是叫做固定區 不明思義就是固定晶片的意思 一開始你可以看到 它是像這樣子的一個基板 上面空空的什麼都沒有 但待會它就會像這樣子 貼滿一顆一顆整齊的晶片 就好像在蛋糕上面擺上一顆一顆的櫻桃 繼續守備以每秒鐘三個的速度擺放晶片 直近2.1公分的圓盤上 整齊填滿108個晶片 這時候每個晶片都還只是獨立的個體 下一站會讓它們緊緊相連 接下來這一站呢 我們要拿99.99%純金的線 來把它焊在晶片上頭 小小一捆晶絲 粗細只有頭髮的三分之一 這條晶線幫每顆晶片之間 串起友誼的橋樑 才能順利導電 大部分的台廠業者 採用晶線來生產 比大陸廠商的銅線 成本貴了一倍以上 但是良率和發光效率也比較高 塑膠管擠出橘色的螢光膠 看起來就像是在蛋糕上頭 鋪上一層奶油 能夠幫助裡頭的餡料固定位置 螢光膠的配方會左右光的品質 而最後我們放進烤箱裡頭烘烤 就前往最後一站 完成後的LED發光元件 依須站上測試台 必須區分出良品和不良品 還能分出不同的光效 由於今年LED照明產品 以中高階的封裝元件為主 業者極丹接不完 甚至原料也缺貨 產能都被填滿 包括我們 包括我們的供應商 像我們現在 就算要購買晶片對不對 其實有點大家是在 你知道要去爭取 你要去搶 目前國內封裝業者 包括愛迪森 易光 風寶科 東貝 龍達等等 民主單位指出 今年LED照明產值 將可以達到353億美元 使得LED照明滲透率突破30%大關 比起2013年年成長率達到47.8% 不過光是易光 晶電和龍達 合計占台灣的LED產業 營收比重就達到了70%以上 大者恒大的趨勢越來越明顯 小廠想要生存就得靠更靈活多樣的 生產策略 這兩隻聲音息 新北市報導 感谢观看